大家好,歡迎收看大喘賽馬頻道 今天影片跟大家說明天沙田日菜的心水 喜歡影片記得按LIKE,Subscribe,訂閱頻道 按鈴鐺,有新影片通知你 訂閱方法,每條影片右下角都有訂閱的按鈕 按一按就訂閱多個頻道 除了訂閱頻道之外,也可以考慮會員心水 Youtube、Patreon都有三個級別可以解釋一下 說明天的賽事,將會載到沙田C跑道 10場賽事,頭場開跑時間是12點45分 白草兩泥,中間有兩場泥地的賽事 中間有一場日本盃的轉播 可以看看日本盃,春秋分又出了 還可以無敵的姿態再贏呢? 可以明天再看看,所以頭場開跑時間提早了 12點45分 10場賽事可以推介給大家 9場賽事,三班1600米 這隻十號碼,蟬聖輝王之前都推介過 繼續推介給大家 上場都是四班賽事,背著135磅 依然可以輕鬆地從頭到尾 上次推介給大家 發現這隻馬的引力相當好 讓他一放出來,只要不是太快的時間 他可以一直在前面追求不到 上次比第一次贏馬的時間更慢 更加輕鬆 自己貼藍 你外面的帳盒都不會跟他鬥燒 所以就把他捉回去 這裡已經貼藍順放了 已經控制了捕捉 一直都是無警無掩 一直帶回來 頭段24秒63 這也是慢的時間 他引力相當舊 他上次比這個時間還快 他都可以放回來 這次更慢一點 就更加輕鬆 一直在前面走 比上次贏得遠 贏得遠 有四分一馬位 這次雖然背著135磅 這就是另一個加分的地方 背著135磅都會繼續贏 這次上班是輕鬆 三班出賽 磅位就輕鬆了 123磅 當位也不錯 五檔隨如飛 唯一就是班德禮停賽 換了喜慧心 也是善放之仁 也是被他摸熟過 又試襲 又神操也給他 這裡一直 馬後面追來 追都追不到 你就以為他贏得很辛苦 但其實相當輕鬆 這次上班就是了 形勢也不見了 有很多快馬 希望可以給他 按到頭段慢一點 24秒6這些時間 就很棒了 五檔起步 相信可以輕鬆在前面走 如果明天跑到形勢 對前面的馬 也有利 相信一定會有飛數 所以可以推薦給大家 9場10號馬 的蟬星輝煌 希望這隻馬 可以繼續 再下城 因為這些馬 只要踏入正軌 一直都會繼續 很久 你們看那隻寶羅盛串 你就知道 這些馬 相當實用的 跑法 一直上到高班 還可以 有屁股給你 各樣東西 所以明天這隻 神聖輝煌 讀贏的位置 推薦給大家 希望 深水幫到大家 深水到這裏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好